你總算說這台大已經鎮定鄭文燦的這個電影抄襲 那大家會喚醒你當時在打這個論文門事件 各位論文說你在打說說您是落法的話 這樣子比較沒有阻力 我覺得一碼歸一碼 那麼有關於論文抄襲的事情 那麼除了林志堅之外 現在也冒出鄭文燦他也是抄襲 我個人更關心的是 台大要不要處理陳明通 陳明通要不要出來道歉 前有林志堅後有鄭文燦 那你陳明通都是他的指導教授 如果你的學生涉及抄襲 違反了學術倫理 那當然根據相關的規定 當然你的指導教授 也應該連帶的受相關的處置才對 所以我在這邊我更關心的是 不要因為陳明通他現在是陳局長 就可以免除他的一個責任 而且更誇張的是 事實上在前幾天 陳明通在立法院裡面 還公然的說林志堅是沒有抄襲的 好那現在鄭文燦自己也都道歉了 請問一下你的指導教授陳明通 要怎麼樣對外來交代這件事情 總統 那個鄭文燦的這個學歷好像 那個論文又出現一些狀況 這個部分我們理解什麼 這個論文的結果可以講一下嗎 好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你跟院長好像沒有太多互動 有啊 互動很多 我跟他因為做不同邊 那 院長跟我非常熟悉啦 所以 一向溝通都非常的好 那院長也非常的努力 帶領整個內閣團隊往前走 那我想執政的績效 那麼也是看得到的 好不過我們這一次的 這個敗選的檢討 我想沒有上限 那麼我想各種問題都可以檢討 從提名服選好到執政的表現 人民的感受 我想特別是需要從人民的感受的這個角度來檢討 那我覺得民進黨會成長就是開放的態度 那不預設立場 能夠把真正的問題的關鍵找出來 那我想有些民意是沉默了 有些民意沒有支持我們 我想這個是必須要面對的課題 那唯有謙卑反省 才能夠重新出發 那你怎麼看外界點名 你接任這個黨腿 或者是這個得腿的角度 我想最後民進黨的團隊 應該會做出最好的安排 因為我想任何一個政黨在遇到挫敗的時候 要特別的冷靜 要特別的團結 那我們是一個民主的政黨 那當然會有不同的這個方案 那我覺得現在是還沒有到達這個 塵埃落定的階段 我覺得最重要是要這個安排出最好的陣容 來回應明年的挑戰 市長您自己有意要繳除黨主席 因為現在就是有媒體拍到您28號的時候 去跟英系的高層密會 然後甚至還有說您跟政國會的這個共主 林家龍部長有提到說 未來您當黨和他來當總統府秘書長 那尋求各派系的支持 我想媒體的想像力很豐富 那這段時間我們黨內的各方的這個意見交換是有的 但是還沒到那麼具體 那不只這 我想我自己也接到很多不同的意見 不管用電話討論或者見面來這個討論 都有 那這些劇本 我想大家想像力很豐富 那市長你會希望 蘇菊繼續領導行政黨可以嗎 我想目前喔 這個整個這個總統仍然在 在這個選後的 這個第一步的這個 黨籍的改選的過程當中 那我想在這個階段喔 大家集思廣益 尋找最好的共識 那你願意承擔隔魁嗎 未來有機會的話 我想民進黨的團隊面對挫敗 要做徹底的反省 那要做這個開放的檢討 對我來講這是最重要的 市長你有聽到就是 勸進您當黨主席的這些意見嗎 我想目前這個階段 應該是大家集思廣益 尋找共識 最重要 所以我想這個階段 我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多的劇本 可以跟大家說明 這個賴金德 有沒有預計什麼時候會 會外跟大家報告 呃我們原則上 會用三個禮拜的時間 那也會下鄉聽詢 這個地方的意見 那也會分門別列 像是百公百業 青年團體的各種聲音 那我們會這個 不同的部門 會有不同的這個檢討的 這個會議 最後我們會再來會整 民進黨 面對敗選 我想檢討沒有上限 任何問題都可以檢討 那這個不 那這個不 陸續在安排 陸續在安排 不同的領域也會做檢討 您覺得賴金德副院長是 副總統是適合擔任黨魁的人審嗎 如果他出來審的話 你會讓他嗎 呃大家現在看到的劇本太多了 然後我想我沒有辦法一一去回應 好不好 市長在2024這部分 民進黨會共產在一起 我想 只有徹底反省 改變我們的一些狀況 那民進黨才會獲得 人民更大的支持 那當然我要謝謝 這個支持我們 的所有的選民 每一張選票都不能辜負 那沒有投票給我們的 我們一樣要請聽大家的意見 好 市長說 你不然想問一下那個論文的結果 可以講一下嗎 好 好 好 主演長應該基於責任政治請吃 我接受這幾天電話部隊跟我講的話 好 王世堅你只是個議員 那我知道 我之所分眾 我還是在強調一次後 真想賴 誰也趕不走 現在退 四個字 工程升退 如果是被社會逼著走 我就認為就是其他的四個字嘛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 耐心德院長在節目上 來對比現在的蘇貞昌院長 其實你已經好幾天來呼籲他請吃 但現在感覺上好像目已成熟 那你自己怎麼看這件事情 以及如果你真的希望他請吃 你覺得誰應該來接下這個問子 我認為蘇貞昌應該基於責任政治 應該請吃 那當然 這個人事的部署是屬總統的職權 我們任何人都無庸置諾 那如果他們做這樣子的安排 我們也只好接受 但是如果他請吃 我認為 第一點 副院長就可以站待嘛 沒有人是不能被取代的 民主政治 我們的制度的設計就是這樣 至少副院長可以站待 那靜待我們黨內 靜待蔡總統 他在做更周全的人事的佈局 如果說沒有讓副院長站待 就必須馬上派任的話 那我認為陳建仁副總統 那這是很好的人選嘛 聖光一出 誰與爭鋒 至少 在短期內 能夠穩住這個正腳 絕對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剛剛說這個聖光的部分 那您稍微在節目中有做一個點 這樣說在2024認為是 賴清德最適合 那這個部分 陳建仁有聖光 那賴清德為什麼最適合 另外在這個黨魁的部分 您有什麼看法 賴清德 他政治的風骨 非常清楚 該負責他負責 我覺得 毫不戀戰 該走就走 這是一個民主最基本的 這樣子的認知 提任 那我覺得這一點 我們可以看出賴清德 他的風骨 政治風骨 就是在關鍵時刻 你做了什麼樣的決定 所以我非常肯定 賴清德 他在當年 他能夠毅然決然的 他負起政治責任 那他是最適合的總統人選 這不是我個人說說而已 這大概 我們整個社會的民意調查 都非常清楚 絕大多數的民眾 都肯定賴清德 那所以 我認為 我們綠色的政權 要能夠交棒下去 我認為最好的接棒人選 就是賴清德 因為目前的這個民進黨 服務院架構 包括點名的這個鄭文燦 還有林佳龍 可能繼續接這個秘書長 蘇葵繼續當這個院長 那你覺得這個還是一樣 是這個蔡總統一把抓嗎 這種高層的權力的部署 這個部分 我接受這幾天 有電話部隊跟我講的 王世堅你只是個議員 那我知道 我之所分錯 我不敢評論這個 因為你的黨魁部分 因為現在傳出鄭文燦這邊 已經有開始一些動作在部署了 那您怎麼感覺 它是最適合人選嗎 還是有其他動作 我認為以過去的表現 肢力而言 其實鄭文燦很適合 很適合 但是這個還是必須 這決定權是在總統的手上 所以我在想總統有一定有他合適的考量 也就是說我認為是這樣 被未留者他要好好想清楚 你真想走 誰也留不住 真想賴 誰也趕不走 那舊的還沒走 新的怎麼來呢 小朋友 誰也趕不走 在家裡 你不在家裡 那些東西 你沒有 你不在家裡 你不在家裡 你不在家裡